環球大陣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台大政治系教授佐振東老師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張延廷老師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還有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張靜老師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觀眾朋友我們帶你來關心 現在在台灣海峽的部分 來看到是美國的海軍第七艦隊 五日在官網上面宣布的 他的這一條分N號的飛彈驅逐艦 是由南向北通過了台灣海峽 那麼根據了第七艦隊的說法 他說是由南海經過台灣海峽的水道 再向著東海來做航行的 好他也說此項是立即性的任務 其實已經行之有年了 並且強調是在執行公海上面的一個自由航行 好我們帶你來看到 不過根據我們掌握到的資料 分N號的飛彈驅逐艦 它是今年第一次的時候通過台海 就是在台灣的總統大選之後 那麼近日我們又可以看到 在正值中國大陸這邊有兩會在舉行 另外在這幾天還有就是飛中的船隻在南海 翔撞另外還有這個兩岸在星下海域翻船事件 漁波蕩漾敏感時機 我們就來問這個分N號這個時候 他說它是例行性通過台灣海峽 老師你怎麼做解讀 尤其是在這個敏感時機 周老師 首先第一個 這個分N號是一個蠻新的一個戰艦 因為美國的軍艦其實很多都相當的老舊 但分N號是2015年才下水 相對來說是比較新的軍艦 第二個這個的確是一個所謂 就是說美國的確例行性的 有在台灣海峽這個航行 那因為像有的時候 它每個月都會有一次航行 那有的發布有的沒發布 那有時候也不見得每個月都有一次 但基本上來講 它算是一個蠻經常性的經過台灣海峽 第三個我覺得這次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什麼 就是它的公開聲明 因為過去美國曾經說 在它航行的時候同時發布 然後說這是台灣海峽是所謂的國際水域 那麼這一次的情況 它沒有說這個是國際水域 它說中間有一個走廊 是可以讓其他國家的船舶 能夠享有公海航行飛越的自由 或其他的相關的權力的行駛 所以說其實你看發現到就是說 它有特別去標註說 這個其實是不只是超越了 其他國家的領海範圍 我覺得這跟過去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它嘗試在拉出一個立場 是跟北京的一個立場是沒有衝突的 我覺得這是它在這次航行裡頭 比較特殊的地方 那大陸方面的這個反應 倒是蠻一致的 就是跟過去一樣 都是說依法依歸處置 那其實它也沒有攔截它們 它就是說讓它航行 但是它嚴格監控 但是它特別都強調所謂的公開炒作 也就是說對中國大陸來講 它可能關心的是 你有沒有就強調凸顯說 你是去挑戰我的一個 所謂的這個 我的一個所謂的航行的範圍 或者我所謂的靜置航行的範圍 我覺得這個是 當中國大陸一再過去多次以來 它展現的一個關切 最後一點它的意義是什麼 我認為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 就是因為現在區域地區比較緊張 特別是台海 為了驚嚇水域 驚艦制水域 是不是存在 那大陸是不是 大陸繼續不斷地派這個海警船 或者是這個海監船 魚鎮船 到我們的水域 到這個所謂驚艦制水域來 那這樣子一個情況下 美國這時候它的軍艦航行 而且我想最重要的意義是 它把它公開發布 因為有時候它根本沒有發布 但有時候它現在是馬上就發布 就是表示說美軍繼續存在在這個地方 美軍有捍衛這個地方 捍衛台海和平穩定的決心 我覺得這是它要宣示的 那能不能達到宣示的效果 當然就看 我覺得關鍵還是在 中美之間怎麼樣對這個事情 有一個互動 那這個互動是不是能夠使 這個區域的情勢 能夠往穩定的方向去發展 公開炒作這個部分 是中國大陸現在比較介意的 尤其是美國 它趁這個時候來宣示 在台海這邊 的一個掌控權 我們繼續來看到是大陸的 國防部發言人張小剛 他近日說 台灣是中國領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海峽中線 那針對此 美方只是特別呼籲了 說要北京來克制 不要改變現狀 我們來看到這個敏感時機 現在又出現了這個分N號 讓東部戰區的新聞發言人 這位是失憶 他現在是硬起來了 他說他回擊說 東部戰區的組織海空兵力 將會全程來做跟監 還有將會依法依歸來做處置 好 請教張老師 我們來看到解放軍隊第七艦隊 你覺得能夠提出什麼樣的一個反制 一般來講解放軍他都會 由他東部戰區來發言 有時候國防部 他有提到國防部來這邊做發言 表示說對美國通過這一方面 不管是這次是由南向北 有時候是由北向南 通過這邊他非常的關切 第二件他就一定會有軍艦 在後面做跟監 他是中國大陸對美國的軍艦或軍機 逢機必查 逢艦必跟 他會派一到兩艘 大部分都是一艘 在後面的就是跟他過去 然後有時候包含飛機 他也會在附近做一些偵查的活動 或者是做一些 做一些這方面的這種間別監視 他都有這方面來做 第三個有時候 他這個共機這個擾台 他會了 變成說他也要爭取一個籌碼 共機這邊擾台的價值 明明是美國在這邊 由南向北 由北向南 他共機那幾天之後 他會共機的價值會變多一點 包含他的有人機 無人機 他的方式好像會比較臨變一些 這表示說 這是中國大陸的勢力範圍 你這邊走了一圈 我變成勢力範圍 以後他還會編組 有時候遼寧號 或者山東號的航空母艦 有時候會出第一島鏈 可能這個之後 他會做一些應變 總之要有些動作 他除了海空監視之外 他也會做一些動作 這種瓶刺會不會跟這個長生聯想 無論有時候要必要性的聯想 他在這邊做動作 比如說他不落人後 美國在這邊劃勢力範圍 他這邊要更進一步的 去填補這方面的 他的勢力範圍的活動 所以他的這些航母 或者他的軍艦 也會在台海周邊 有的時候會變成跨巴士海峽出來 作為一個攻防上的演練 就在這個地方 表示說他在這邊頻繁的進出 頻率要加持 兵力要蓋過美國 有這一方面的較勁 我想在他這個三個原則 一以貫之都是這樣子 美國是把它當作自由航行 把這個地方是國際控制 張靖老師他曾經有講過 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是 你各化12海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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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峽還是有這個 人家可以無害通過 可以無害通過 無害通過只有通過 領海叫無害通過 其他叫航行自由 自由航行可以這個樣子 這樣子的話 對美國來說 他自由航行 本來就是他的權利 美國都會講 按照國際法 按照慣例來通過 是這樣 所以中國大陸在這一方面 他不會悶不吭聲 每一次都會有所發言 有所一些小動作 是 芳恩浩出現在這邊 中國大陸當然也是不落人後 要繼續持續的展現他的勢力 不過也有人特別質疑說 為什麼這一次通過台海的 是芳恩號不是航母 那我們也帶大家來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伯克級的 這個芳恩號飛彈驅逐艦 可是大有來頭的 2015年他就下水了 然後具備哪些能力 包括了防空 反潛 還有水面 對陸等等的 作戰能力 畫面上看到 另外他搭載的是海鷹直升機 可以進行的是空載水雷反制 重量的部分9200噸 也是護衛航母的主力 那麼現在美軍還規劃說在2027年之前 要來再加緊建造 一共是9艘 好 我們請教張靜老師怎麼看 這個芳恩號的飛彈驅逐艦 它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想首先要跟各位介紹一個名詞 我們經常講說驅逐艦就是艦隊的 所謂的耕填的馬 你知道叫Walk Horse of the Fleet 那也就是說這個驅逐艦 具有這個執行任務高度的這個彈性 而且它能夠適應高強度到低強度的 充足頻繃的寬度也相當的寬 而且它能夠承載多樣性任務 多樣性任務的能力也是相當驚人 而且它具有多面向的作戰能量 防空反潛 護航水面打擊 對陸打擊 搜索救難 紹介偵查 你算起來可能最多可以算到34項之多 但是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它具有跟其他任務載胎 一起搭配協同作戰的相容性 它也就是說它是艦隊兵力結構中 是不可或缺的單元 而且它 我們這樣講好了 它就像一個積木 而這個積木很容易跟其他的艦艇 拼奏在一起 而且發揮一大的功能 那為什麼它會繼續再繼續建造 這個構型這個USS的John Finn 它已經是它Fly 也就是這個型號之中的2A 也就是最新的一個型號 還會繼續做 那為什麼會繼續做呢 我們就講說這個 在軍備的發展之中 數量就告訴你質量 什麼東西造的最多 F-16造那麼多 F-5造那麼多 因為它性價比特別好 某些艦船造的特別好 可是你去看看 美國海軍這幾年的艦船 這個叫做濱海戰鬥艦 造的幾艘 這個越來越造不下去 然後就計畫停掉了 海狼原來敲落打鼓要造很多艘 最後造了三艘 夢幻型的朱瓦特驅逐艦 那個吹噓的不得了 最後也只造了三艘作收 也就是說它的性價比 確實是就是滑不來 但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這個船真正在執行任務的時候 相對用的成本較低 一直到現在美國B-52轟炸機 沒被淘汰 是因為它非單次的任務 你知道它所希望的錢 只有像B-1轟炸機 或B-1轟炸機的 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 所以它在整個部隊的維持而言的話 它是就是說 我們今天講說 我們要帶著算盤來打仗 對不對 這個是最好的 那我倒是想補充一下 就是剛才就是佐老師所講的 從2021年之後 這個所有通過海艦 這個美艦 所有通過台海都發新聞稿 第七艦隊全部都發新聞稿 但唯一差別是2022年的夏天 它開始就偷家仗 就這個台灣海峽叫做國際水域 然後在2023年的4月 中國大陸正式去 尋外交管道召回美國說 我不同意用這個名字 因為國際法沒這個名字 而且台灣海峽不是國際水域 那後來這個事情 美國海峽就把它洩漏出來 然後彭博新聞社 就在這個中國大陸的外交部 的記者會提問 我請這個觀眾朋友可以去查一下 這個在2023年6月13號 跟6月20號 中國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有正式的講說 尊重其他各國的軍艦 或各國的船 依法通過這個台灣海峽的權利 所以剛才卓老師有一句話 我要這個就是呼應而支持他 就真正感報的不是你走不走 而是你發那個新聞稿 然後講的難聽點 見人就是矯情 在那邊裝神弄鬼 在那邊講這個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海峽的航行自由沒有問題 你只要去想想看美國第五艦隊 什麼時候通過紅海 或者曼德海峽來發 我在維護他的航行自由 對不對 他從來沒有 只有第七艦隊 針對台灣海峽 你不要講說 只針對台灣海峽 他通過旅宋海峽 他都不發新聞稿 所以你就知道這完全就是一個政治的語言而已 政治的語言 最主要是因為他發了這個新聞稿 大肆宣揚了這件事情 從這個美國航行台海 我們持續來關心到兩岸的問題 驚嚇海域的翻船 現在似乎也變成了一個 另外一個政治懸案 好在海委會跟海巡署 拒絕承認撞船之後 陸方代表當然是批評台灣 說謊話連篇 毫無誠意等到 那特別說了這個後果 你民進黨要自己來負責 並且附上了這個 所謂的這個慰問金 每個人是10萬人民幣 但是當然了家屬他們是拒收的 我繼續請教鄭東老師怎麼看 海委海巡都沒有辦法解開政治難題 接下來會有還有什麼樣子的難題 我想這裡的政治難題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當然就是說 到底台灣對這個受難 就是說這個因為這個事故而死亡的人 對往生者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態度 那如果展現是一個就是說 這個一個人道的處理方式 那當然對於緩和大陸這個 這個激憤的這種民情 是有幫助的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政治難題 這也是為什麼對於這個慰問金來講 他不收 那其實我認為這個海巡署去 願意去支付這個慰問金 我覺得本身也是一個正面的行動 就是最起碼 不管這個事情是如何 人是死了 那就表示說一個基本的 一個慰問的態度 那當然對方不收 當然也表示說對方現在認為說 雙方他還不願意就是說 把這個情緒給緩和下來 所以感覺上是受到第二個政治問題的影響 第二個政治問題的影響 就是說到底這件事情的事實是什麼 是碰撞 是自己蛇行翻覆 是誰碰誰 這些問題 以及我覺得這個問題 更重要的問題是怎麼去認定他 是 怎麼去認定他 所以現在來講 我覺得海巡署其實應該要讓這個過程 因為海巡署現在我認為 就是說 我第一個 我當然是支持我們海巡署 去捍衛我們的這個 就是去執法 去捍衛我們的所謂進限制水域 因為這個會是保障我們的漁民 這也是讓兩岸的漁民 都有一個有序的方式去捕魚 但是 但是這件事情的本身 我認為海巡署說 一定要等到所謂的司法機關去認定 去判去進行判決也好 或進行檢察官去進行這個 起訴的動作 或者沒有起訴的動作 才能去認定 我認為這個說法站不住腳 為什麼 因為海巡署本身 他應該就有自己的一個判斷 他的判斷也會影響到 檢察官怎麼去認定他 當然檢察官不是照 完全按照他的判斷 但是他一定要有所判斷 就是說到底我這個執法的過程是如何 那到底我的執法過程有沒有適當 而且最起碼從台灣的立場來說 我們也認為海巡署 你最起碼你應該要錄影的 都沒有呈現出來 你沒有錄影 當然就會造成各說各話 造成你被別人攻擊說 你站不住腳了 我覺得這些東西 都沒有拿出一個表示 要懲處也好 表示說這個我方的處理 有適當的地方 我認為這個當然就讓對方 我覺得也沒有辦法 覺得有一個交代 所以我覺得這個當然 這個是一個階段性的 但是這個階段 我認為海巡署在這個部分 的確沒有做好 是就算是要有司法 還有檢調這個介入來做調查 不過海巡署應該還是要有自己的說法 我們持續來看到 這個是泉州台辦的副主任 李朝輝他怎麼批評 他說現在台灣是出爾反爾 扭曲事實 那麼到3月3號之後呢 就幾乎整個交實是音訊全無 都沒有再充分的說明了 那民進黨也沒有要解決的誠意 一句道歉都沒有 那針對此 我們來看到台灣的部分 行政院長陳建仁說 要等檢察官辦案 他說該道歉就道歉 管碧林則是說呢 保持開放態度 早日化解歧見 好聽得出來 開始已經出現了 陳建仁跟管碧林 都出現了政治語言上面 來做一些回覆啦 張老師怎麼看 我們知道這個 要進待檢察官的調查結果 那我認為這有一點點緩兵之計 因為這個 如果是檢察官要調查 畢竟要在一段時間來龍去脈 用得非常的清楚 把這個前因後果 責任的歸屬 最主要是責任歸屬 他要把它做一個初步的釐清 那是不是要有些時間 那這樣的話 就拿這個時間 不要在第一時間把它做解決 因為第一時間做解決 中共講得很清楚 就是要道歉 或者致歉 我們是希望要致歉 甚至說只要更輕一點 遺憾是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 我認為是個緩兵之計 把這個氣氛先降下來 既然都已經20多天了 就沒有必要在第一時間 來處理這個問題了 第二個我認為 這個時間來化解這個熱度 那既然現在20多天 因為黃金時間已經過了 要不然這個時間 馬上快刀斬亂 第一時間就把它處理完畢 這個讓它落幕就下去了 該致歉的 該書面致歉的 都已經達成了 大家就這個行政程序 相關完成了 賠償可能也做了一個 適度的就結案了 既然黃金時間已經過了 那就不急了 你現在已經不急了 已經超過20多天了 那還在乎要繼續在那邊 馬上把它急急的做結束嗎 再炒炒結束 時間也是那麼長了 那繼續拖下去吧 那我認為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盡量在3月初 那距離520 還有兩個月了 他可以在兩個月之間 當然可以結案了 那兩個月時間 時間拖長 對他來看 可能是有某方面的 這種 受負面的影響可能會比較低 那大家都在算這個 自己怎麼樣的 這種我們講的風險管控對不對 責任能夠是不是降低 輿論的壓力是不是能夠降低 都有這方面的看法 他認為時間可能拖一點時間 可能讓子彈飛一下吧 可能會比較好 可能會這樣子 另外一個就是我講的新聞效應 因為時間拖久了 新聞效應會慢慢降低 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2月14號剛開始 一直到2月20號 新聞一直鋪天蓋地 每天報紙還跑頭條 現在已經換到第二版 第三版去了 因為大家對這方面的新聞 這方面的效應 反而會慢慢主持降低 可能對新聞效應的降低 對政府在這一方面的 所面對輿論的壓力 跟責任的壓力 可能也會放緩 所以他增過 這個整個的一個中整的考量 現在就進在檢察官的檢察結果 並且檢察官 尊重檢察官 檢察官要時間 檢察官要時間 檢察官時間出來之後 我們再來做因應 所以我認為這個 他按照這個法律程序來走的話 有他的一個考量 好就是讓他拖下去了 剛剛特別提到檢察官 我繼續請教張靖老師 現在是說 瘋傳媒的獨家報導 一位是最高檢的檢察總長 他是刑太招 還有一位是台灣的高檢署的檢察長 他是張斗輝 也高度關注這個案子 這個有一錘定音的作用嗎 老師怎麼看 我想首先我們要相信檢察體系 這個高階的檢察的上面的首長 提供各項的在這個就是檢察官調查的 這個行政資源上面的話 我覺得跟會不會去干涉指導個案 干涉指導個案 依法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相信檢察系統 他應該有一定的公正 但是我也必須要講 假如要一錘定音 只有兩個字 證據 沒有證據 就不能讓案件一錘定音 也沒有辦法讓嫌犯一刀斃命 但是我沒有像我的張彥廷學長 這麼樂觀 因為在台灣社會之中 有很多高度政治性和爭議的案件 拖延今年 然後到了最後即使有了結果 你知道性者橫性 不性者橫不性 兩顆子彈對不對 有多少那些政治人物的命案 到了最後即使有了結果 但是社會這個 因為你沒有強有力的證據 所以當初沒有錄影 我認為這個案子靠拖字絕 到了最後這個補償或政治代價 會越來越高 我的看法是跟我學長是相反的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你當初沒有果敢的 立刻去快刀斬亂麻具處理 我認為後來夜長夢多 而且你拖得越久 你沒有的 最後你拿出的證據 沒有辦法讓人家信服 我覺得我們會付出更高的政治代價 謝謝老師 收集一下馬上回來 地人政治 美中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襲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竟然環球發展性 好這一節我們來關心的是 美中大國的軍力競賽 1平方公尺 最大起飛的重量是35噸 再來看到它的作戰半徑是1350公里 最大速度達到2.2馬赫 好這一些數據當中 其實有很多項是超越了 美軍的F-35C 還有F-22的性能等等 好根據港媒的報導 它現在是已經超越了 這個美國的部分 不知道老師怎麼看 張老師 飛機是個載台 最重要的是它的搜索系統 還有它的武器性能 是這樣子 因為大家 現在飛機都很靈巧靈變 兩個都是逆中 殲35包含跟美國的F-35 跟美國的F-22比起來 這個殲35F是雙發 美國F-22也是雙發 他們最大的速度都差不多 都是2.2跟2.0差不多 我認為速度跟它的作戰半徑 伯仲之間 重要的是它的電站能力 電站能力一般來講 電站能力每一個人 中國大陸沿海 經常美國的包含RC-135 包含P-8A還有包括 它的阿米提斯 甚至還有包括它的EP-3 都在那邊做電子頻譜的 這些方面的徵收 來做它的大數據 也來建置它的資料庫 這個都是電站 因為電站能力的大小強弱 可能可以決定未來的戰場 換句話 當然誰的 電子頻譜掌握得多 誰的電子的反制 還有自我保護的反反制 比較強 這是關鍵的 另外一個就是自己能夠 索敵 目標獲得 自己所能夠發射飛彈 有沒有抗干擾能力 它的飛彈的射程夠不夠長 中共的P-315 P-315的話 已經可以到達200公里以上 美國的M1兩洞 它的射程大概140公里 要這樣來看 那會不會射程是一回事 會不會被干擾掉 又是一回事情 所以我們來看 飛機的性能 你這邊做一些戰力展示 這邊做一些特技 好像還會做一些很奇怪的動作 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表示說這個飛機性能滿好 滿靈巧的 但是真正要去摧毀敵方的載台 或者要對海 或者是對地做轟炸 做戰場主角 那就變成它的武器性能了 那武器性能 那武器性能的話 它掛的配備的是什麼 配備的是常見還是短見 要這樣來看 另外一個 別人所發射的武器 對這個飛機 能不能把它 你做自我的防護 有沒有金鐘罩 我們叫做電站 電子的電站軟體 電站軟體的資料夠不夠 能不能它的東西 能不能被你干擾掉 還是它有抗干擾能力 你根本沒辦法干擾掉 你的能量可能比較差 你最要方面 你這會能不能課題 沒有真正的 在戰場上來做驗證 那大家在那邊 可能把自己最好的性能 最大的速度 最大的航程 最大的作戰環境展現出來 就這樣子 那我認為 最重要的是電站能力 還有它5G系統的功能 是 F35今天最重要的是它 贏過美軍的地方 老師幫我們看到的 特別是在這個電站的能力 那我們之所以 會特別來關心 這個F35艦 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是 中國當時的第一艘航母 遼寧號 從2023年2月28日 返回大連的船場 進行的中期改造 那其實到現在 已經剛好滿了 一年的時間了 那我們來看到的是 這個畫面上 中國網上也流傳了 一組照片 這個是在遼寧號 在2月29號出場 前往黃海開啟海事的消息 照片中 遼寧號搭載的就是 殲35的等比 是一個等比的模型 那麼我們來看到的是 騰訊網的軍事專欄 也特別說 改造後的 遼寧號是可以搭載 達到了40架以上的 艦載機的 好 繼續請教 敬哥怎麼看 遼寧號這一次做了 中期的一個改造 跟過去商品 覺得在性能上面 大概提升了哪些部分 我必須要跟各位報告 所有真正的行家 來看這些改進的工程 人家不是看甲板上擺了什麼東西 人家是到碼頭上的 那個廢材的那個斗 那個廢料斗 跟那些拆下來的東西 來看東西 因為所有建材商寸土寸金 你要裝任何新東西 你舊東西要拆下來 就目前這個比較專業的 這個訊息顯示 這一次輪機還有很多的 負責這個機型 還有這個機物資源的系統 做了很大的改裝 因為有很多相關的零組件 被拆下來 而且有很多艦艇上的 叫做輔機系統 提供電力 提供相關的蒸汽 提供相關的這個壓力 很多的這些裝備 它其實都有拆下來 或者把它放到 這個廢材斗上裡頭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可以判斷 它的傳播主機 應該有相當程度的提升 因為大家只看到 好像這個殲35 非常吸引眼光 但是你要知道 它今天之所以 能夠在一個這個 就是航空母艦上 這個航艦上運作 航艦本身的能力 尤其是機物的資源系統 這個學長是飛行員出身 一定瞭解這個其中的重要性 而且最重要的 我也要呼應一下 學長剛才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今天要看 這個飛機跟它 誰跟它搭配 整個因為 它是你要看它 所賦予的任務 我們要做這個軍事作戰 就跟一個交響樂 你今天買了一把 這個百萬民情 然後請了一個單一的樂師 但是跟它搭配的是一群 這個叫做濫於充數的 那這個事情 也沒有辦法真正做得好 它還是要看整體的戰力 但是我們也不要迷信 什麼東西越新 越快 越高科技 就一定打勝仗 越戰時期的時候 美國那個科技水準 比北越那個高了多少 可是在北越的防空 跟它對抗的過程中 美國被打得焦頭爛額 所以很多東西不是新 不是好 能力強 而是說你怎麼樣能夠 將它用最好的 這個就是組合方式 然後把它展現出整體戰力 那跟殲35是最好的一個 組合方式嗎 它可以增加它的戰力嗎 我們還要看 因為它要真正出來練兵 從練兵的很多細節 它跟哪些飛機會合搭配 而且去徵收它的通信的 這個裡頭的新聞 還有它發射的電子信號 你才能做整體判斷 所以人家講說 以前人家講說 這個菜好不好 你要到哨水桶去看 所以這個船改得好不好 你要看它拆下了什麼東西 你才知道它哪些地方有了進步 好 我們繼續來聊聊 這個航母的部分 之前是有港媒的爆料 中國規劃要同時 建造兩艘的核動力的航母 但是那時候沒有獲得官方承認 不過我們來看到這個最新消息 是中國海軍的政委 這位是袁華志 他在3月5號 接受媒體的訪問的時候 他說了 他說新航空母艦的建造計畫 很快 這次他改口了 他就說會公佈 那麼針對中國的航母戰力的發展進度 根據了中共的國防政策研究院的 這位研究員 他是王云菲他預測 到2035年將可以達到6艘 而且他特別強調有4艘是核動力的 如果真的說接下來的航母成軍 有6艘的話 然後特別4艘還是核動力的 將會如何改變印太軍力平衡 老師怎麼看 好 那當然這個 第一個我們先看現在的 這個印太地區的國家 特別是在這個東海這一塊 東海到南海這一條線上 西太平洋 到底這些國家的這個 有一個航母的數量 那這裡頭我們發現到 其實像日本呢 其實是沒有 目前沒有服役中的航母的 那它有在建造當中 總共有6艘 那這個澳洲也沒有航母 那印度有2艘航母 不過印度其實是在印度洋 它沒有常態性的部署在西太平洋 所以說整體來說 在中國大陸如果它的航母持續的增加 它主要面對到的競爭對手 主要是來自美國的航母 那美國因為全球有11艘航母 就如果它真的全部 一半在西太平洋 那大概也就是5 6艘 所以但就表示說 一旦中國大陸有了6艘航母 那就跟美國是勢均力的 那當然美國也不可能6艘全部都來 像前一陣子說有5艘 事實上有一些是換防 有一些是要離開 所以說整體來講 因為美國有全球性的責任 所以它真的能夠部署在這個 這個西太平洋不會超過6艘 那這個5艘都是很少艦的狀態 因此這當然會使得 中國大陸是比較處於優勢 不過我們要回來看 到底中國大陸有沒有可能 建成一個所謂6艘航母的 這樣子一個航母的艦隊 那第一個當然有的這個 有的人分析認為說 中國大陸應該建6艘 因為它三個艦隊 北海 東海 南海 所以剛好就是每一個艦隊 所以是2艘航母 那如果還有1艘 應該是部署在印度洋這個地區 所以是7艘 但是現在來講 因為它現在只有3艘 那如果以它這個現在 建1艘航母大概6到8年的速度來講 那就算它同時開2到3個 那未來到新的航母建成的時候 舊的比如像最早的這個遼寧號 可能也要退役了 對 所以說這它當然面臨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它建造航母 雖然中國大陸的造航能力是毋庸置疑 是全世界最強的 是 但是它 畢竟它有一定的時間 然後還要搭配它的這個武器 配備 訓練 這些都再加上去 它真的要建成6艘 其實還是有一段時間要走 是 好我們看完這個水上的航母 來看到的是水下 共軍的水下的它的潛艦戰力也有突破 這個是來自於美國的海軍技術學院 近期它證實的說 中國的這個096型的首騷的核彈 到的這個飛彈潛艦 經過三年測試之後呢 是在2023年正式開始服役 那和中共的其他潛艦相比的話 特別提到說096型的這個核潛艇 我們來畫面上看到性能是大幅提升了 特別注意到它有可以的是在 在極地的冰層覆蓋下 還可以發射飛彈的一個能力 好 請問繼續請教老師 怎麼看 鄭東老師這個096型的核彈道飛彈潛艦 舊影必須跟它的戰力性 怎麼看 好 第一個我們來看到就是說 這個096 因為中國大陸它這個假如是9 09後面假如是雙數的話 那個就是所謂的這個彈道的 這個導彈的這個潛艇 導彈的潛艦 那這個096是第三個 第三款了 第一款是092 然後094 然後096 那096這一款呢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突破 是在於說它用了所謂的這個 叫做蕩推技術 那這個蕩推技術呢 其實它不一樣的地方就在說 它這個蕩推技術 因為過去它是用內燃機 然後驅動它那個螺旋頁 那現在它用這個蕩推技術 它是用磁力驅動 所以它的所佔 它的這個會帶來兩個顯著的優勢 第一個它的這個速度會變快 第二個它的使用的空間會變小 也就是意味著它這個潛艦同樣大小 它可以裝更多的飛彈啊 武器啊這些東西 那還有個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因為它用這個蕩推技術 所以它的這個噪音大幅的下降 所以這就使得它能夠有達到 相當高的一種所謂的隱蔽性 那除了這個當然之外 還有其它的包括它這個 大量的導入AI 它這個不管是在這個態勢認知 或者是其它的這種 提供決策的相關數據 這些我想這個也是它 所謂技術進步的一個 技術進步的地方 那整體來說 像過去比如像092 092或094的話 它的這個所謂在水下能夠生存 大概是60天跟75天 092是60天 094是75天 那這個096呢 它是120天 所以它這個時間 可以存續的時間是非常長 第二個它雲雷 可以部署的雲雷的數量 也比092跟094要多了一倍 所以整體來講它的那個技術 當然是有蠻大的一個突破 當然另外一個大家更關心的問題 就是它可以承載 這個所謂巨浪三型的這個飛彈 那因為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導彈的潛艦呢 它的一個主要的功能 就是去攻擊這個 航空母艦跟陸地上的目標 所以那像這個巨浪三型 因為它的這個射程非常非常遠 所以它等於可以通過水下 對很遠端的目標發動攻擊 那這個當然就會對 陸上也好 或者是海上的航空母艦來講 帶來非常大的威脅 那簡單來說 它能不能突破這個美軍的追蹤 在第一島鏈的部分 這個就是看它的隱蔽性嘛 對 那其實美軍的話 主要當然就是說 如果你的隱蔽性夠強 比方向你的噪音能夠克服 你能夠在水下生存比較長的時間 當然就比較有更大的機會 可以去躲開美軍的這個追蹤 好 那我們持續來看到這個 096型的核潛艦 它還搭載的是巨浪三的洲際飛彈 射程的部分達到了超過1萬公里 可搭載10顆的分島式的核彈頭 那麼特別提到說 每個爆炸的當下的量能 可以達到20到30萬噸的TNT 美國的軍事學院研究報告 也將中國這一款核能的潛艦形容 他說它是噩夢 並且說這一型的潛艦 將會很難以被探測到 好 特別來請教靖哥 你怎麼看它現在搭載的是叫做 巨浪三的一個飛彈 能對中國的核打擊力 帶來多大的一個提升 我想目前我們大家圖的 都實際上都是這個相關的書面資料 但是我要這個稍微要提醒一下 剛才卓老師有地方講錯了 這個潛艦都叫做電船 電船意思就是說 它用一個無論是用內燃機 或者用核反應堆 經過發電機 然後儲存在電瓶 由電瓶去帶動直流馬達發動機 然後開始帶動車業 那要最大的一個技術更新 就是所謂五軸推動 就是中間沒有一根軸了 它就把它電送在外面的定紙上面 然後那個車業是懸浮的 那個樣子因為沒有這個軸 它的噪音會急劇的降低 所以跟那個什麼財電什麼東西沒有 這都是核動力的 那我要在這邊特別要講 可能大家都會很訝異 這個核潛艦最怕漁船 之所以它有增加這麼多 很重要一件事情是它能夠適應 大洋的發射陣地 所有這些核潛艦它要進入戰備值班 它要到某一個既定的海域 這個海域要很乾淨 你知道英國皇家海軍 在蘇格蘭的核潛艦出去 最怕北海在抓鱈魚的漁船 因為經常這個潛艦 就被漁船給撈起來了 所以它要想辦法進到大洋去 我們一直發現我們台灣東岸 有一大堆的海洋測量船在那邊 它就是希望能夠在太平洋 能找到適當的海域 因為洋面流跟洋中流不太一樣 它能夠在一個很穩定的洋流之中 然後在那邊漂浮 然後接受到信號 然後做核反擊的任務 所以這裡頭最重要一件事 這個東九六潛艦 東溝六潛艦是能夠突破它近海的 原來現在預設的發射陣地 然後進駐到大洋的發射陣地 這個中國大陸從發展核潛艦部隊的時候 從當初的江戈莊在青島旁邊 後來的這個就是小平島在旅順的旁邊 到現在發展到南海 為什麼美國一天到晚 要站在那邊南海的活動 就是因為從三亞那邊出來的基地 要穿越西沙到達南海某一個地方 很少漁船 在那邊很穩定 叫它在那個地方 就叫它它的發射陣地 這就是美國一直在南海去找它 你的發射陣地就在哪 那在南海這個地方 已經不是最理想的 要是在台灣東岸 它突破這第一島鏈 然後到達某一個非常 就是船運活動很少的地方 那它的核打擊的可信度 就會以指數性的態勢成長 所以這才是真正的門道所在 是 好 同一個問題 繼續請教將軍 能對美國造成威脅嗎 因為這個我們叫做彈道飛彈 洲際彈道飛彈它有三個發射的 第一個是地窖式 地警的 這很容易被鎖定被標定 這個位置是沒辦法 除非你放在火車上面 或者運載在車輛上面 那邊跑變成機動式的 要不然你固定陣地一定被鎖定被發現 第二個我們知道是戰略轟炸機 中共的戰略轟炸機是轟6N 那轟6N最大的飛行距離 只有5500公里 作戰半徑2500公里 再怎麼飛 你就飛到2500公里 除非在做空中加油 然後打的是巡域飛彈 它打的不是周期彈道飛彈 它打的是巡域飛彈 上面掛了核彈頭 但是頂多只能打到第二島鏈 打到關島 夏威夷還沒有辦法 所謂夏威夷沒辦法 所以你是非常非常長程的 這個巡域飛彈 那個彈體太大了 沒有辦法 轟6N裝不下去 是 那就唯一的是什麼 我們叫核子動力 彈道飛彈前前 因為這個 剛才張建也有講 左教授也有說 它隱蔽性夠 它到它的一個 它佈放當然隱蔽性 而且它的現在它的噪音值 最早降低的 096比094的噪音值降低很多 到了95分貝 95分貝 比海洋的背景值高一點點 比較隱蔽性又增加了 那它的載彈量又大 它隱蔽性夠 那載彈量又大 16個 那16個 如果分島是說 有講6個有講10個的 那你乘以6或乘以10 那就不得了 隱蔽性夠 然後被發現的機率低 那這個換句話 是比前面兩個 地窖式的中繼彈道飛彈 還有掛在轟6N的 這種空射的巡述飛彈 掛了核彈頭 都來得有效 那現在中共正在研發 目前正在出擊作戰測試的轟20 逆中的長程的 整個逆中戰略轟炸機 它還沒出來 壓它出來 它現在的數據出來 是能夠飛到8千5百公里 那就不一樣了 如果它能夠飛到8千5百公里 轟20出來 又有逆中效果 那可能又會 它又會焦點 又從096的核動力的 彈道飛彈前進 轉移到轟20 但是轟20現在還沒有列入作戰序列 所以先盯到這個096 而且096它掛了這個巨浪山 可以打到1萬2千公里 是 換加上它可能就在 剛才張敬所講的 就在南海還不要出來 如果出第一島嶺 出第二島嶺 1萬2千公里 它不要出來 都打到美國西岸 如果出來的話 它可以打到美國東岸去 是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它的隱蔽性 跟它的機動性 會造成美國在這一方面非常重視 謝謝張老師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接下來我們來關心 印度和馬爾地夫的關係 隨著新任的馬爾地夫總統的外交 傾向開始轉向大陸了 有了重大的變化了 到底怎麼一回事 我們來看到是馬爾地夫的 國防部表示 已經和中國簽署了一份的 軍事的援助喔 那這一份協議它特別講說 是無償的 換句話說是不用付費 或者是來做收費的 但除此之外 沒有提供其他的細節 好 這個協議簽署之後呢 這個我們來看到馬爾地夫的總統 這一位是穆伊祖 他也下令原本在馬爾地夫當地 本來是有將近89名的印度軍人的 他說呢 他們必須要在5月10號之前 要全數的來做撤離 那麼印度先前其實呢 也送給馬爾地夫一共呢 是達到了三架 用來巡邏在海上的這一些偵察機呢 未來將會改由文職人員來操作 好 我們先來看這個新任的總統 他突然間這個外交態度大轉向喔 從本來是親印度的 現在轉為親中 而且對這個印度的部分 又做出了一個大動作 要求他們的印度軍人要趕快撤離 怎麼一回事 老師怎麼看 好 基本上來講 馬爾地夫原來是在印度的勢力範圍裡頭 所以印度跟他的關係是非常的親密 那其實不只是說這裡有講到的 這個軍事援助之外 印度的遊客是馬爾地夫最主要的外國遊客 所以這對馬爾地夫的經濟是有很大的注意 那不過最近有趣的事情就是說 因為馬爾地夫最近跟中國大陸越走越近 那當然也引起印度的這個憂慮跟擔心 所以說我們看到就是在1月的時候 馬爾地夫的這個總統訪問北京 回到馬爾地夫之後 就跟印度的外長開始這個隔空喊話 那印度的那個馬爾地夫就是說 他們不需要這個像印度這樣子 不斷地對他們這個霸凌 言語霸凌 那印度的外長說 他們在斯里蘭卡碰到危機的時候 慷慨的援助 這個不可能是一個霸凌者所做的事情 所以你看一個外長跟一個總統這樣子吵架 但基本上來講 核心的問題還是在於說 馬爾地夫不只是經濟上仰賴印度 而且在軍事上印度給他很多的協助 那現在他要接收這個中國大陸來的軍事援助 雖然雙方到底援助內容不清楚 但是確定就是中國大陸會給提供一些無償的援助 這是確定的 對 那麼這些無償的援助到底是裝備啦 武器啦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其他相關設備現在還不清楚 可是呢 印度馬上做了一個調整是什麼呢 就是印度把他們原來 因為印度原來援助給馬爾地夫的這個三艘船 他是所謂的監視他的這個所謂的海監船 就是說監視他的這個海洋區域的船 那現在這個印度說 那你叫我把這個軍隊撤走 我就改派了文職人員來 我就沒有軍隊住在你馬爾地夫了 可是呢 因為原來這些89名軍人 是在去操作這些監視船 就是海監船 然後印度把他的海監行動 移到他北面的這個小島 因為那個地方 那個小島呢 就是藍沙威浦 那個小島 那個島群還是印度所控制的 印度這邊 那我從那邊來直接來進行 所以意思也就是說 就算你不讓我的軍隊 在你的這個國家的這個領土上行動 但是呢你的周圍 還是在我的範圍之內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印度 其實要展現他的這個肌肉 給馬爾地夫看 所以基本上來講 你可以把它想像就是說 因為他是在印度的勢力範圍內 因為想要爭取他自主權 想要爭取他這個獨立性 這樣子的一個國家 那當然他選擇了 跟中國大陸越靠越近 那當然印度也就要展現出 他的這個不愉快也好 他要捍衛他的一個 他認為一個所謂的安全的範圍 因為一旦中國大陸 如果在這邊有駐軍 如果在這邊有基地 如果使用這邊的港口 那當然對印度來說 就會變成他的一個 安全上的一個憂慮 是印度主要展現他的這個 在這個地區的一個安全性 我們持續來看到他 其實還有擔心的就是中國 接下來可能會在馬爾地夫這邊的南部 這個地方叫做拉姆環礁 來建造港口 好這個是來自畫面上看到的 印度時報的分析 這將會影響在印度的部分 是在印度洋地區的一個利益了 那麼事實上包括在2016 跟2018年都曾經傳出 有這項建設的計畫 當時其實馬爾地夫 他是由親印度的政府執政的 所以那個計畫當時都是不了了之的 我們繼續請教張建老師怎麼看 現在我們剛剛提到說 他失去了在這邊的89名的 原本的軍人 那又來用作這個偵查的港口 為什麼他現在如此的警戒 我應該這樣講 這個印度一向秩序是南亞 這個以及印度洋周邊的大哥 他就跟這個地方的地頭蛇一樣 就是這個地方是我的 沒事這個他還派兵去干預其他國家 背受到他這個就是說 干預正式派軍隊進去入侵 孟加拉 這個斯里蘭卡 馬爾地夫 你算起來有一大串 所以他不能忍受 突然有一個人 這個一個國家不甩他 那個大哥絕對受不了這個小弟 這個不甩他 那個政治影響力 這個一下降 他要是沒有辦法去解決這個 就好像今天這個萬華地區 這個萬華地區的老大 突然有一個人衝出來 一個小弟打了他臉一巴掌 他將來還要不要混下去 就看他要不要把這個小弟 給揍得筆心臉腫 所以他自然會反應很強烈 那就是中國大陸今天做這個東西 中國大陸會不會真的在 拉姆環礁建造港口 即使現在這個 在政治上說是這個 現在馬爾地夫的總統 不是那麼甩這個印度 我認為其實機率還是相對較低 但是中國大陸 他整個的戰略的盤算是說 我在戰略上要去 這個叫做採取主動 然後要迫使心得理 去追隨我的政治意志來行動 也就是說讓你陷入被動 我不斷地出招 我不斷地激發議題 我們這個叫做話語權 或者說是 掌握話語權 話語權或設定議題 讓你疲於奔秘 你說中國大陸 會不會說是真的在那邊 那個就是投下重金 然後去就是說 這邊建設籌設基地呢 對不起 那個實在是很遠 你今天在那邊就是佈設重兵 人家隨時可以把你孤立跟切斷 所以不是到最後真的 你知道 徒有地之利 而無利與之 其非禍之有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不認為北京會那樣輕舉妄動 好 關心完在印太地區 我們也來看到說印度接下來 中共接下來如何來深入到這個印度洋這邊 中國其實過去在印度 就已經有透過這個租界港口 打造的珍珠鏈的一個計畫 好 我們來看到這個畫面上 中國它是在印度周邊的 從這個巴基斯坦最左邊開始 我們一路看 到這個斯里蘭卡 再到孟加拉緬甸 這邊是透過一帶一路的一個計畫 掌握重要的港口 那麼現在又再加上馬爾地夫 這一塊拼圖 我繼續來請教張老師如何看 接下來中共它透過它的 南水海軍如何要靠這些港口 來深入這些地區 我認為它這樣子 對印度的海軍來看 海權來看會有戰略牽制的作用 至於要完全戰略制壓 我認為還有一段時間 畢竟中國大陸的海軍 畢竟還是在第一島鏈這邊附近 不管是北海艦隊 這個東海艦隊 或者是南海艦隊 因為它從南海艦隊過去的話 通過南海 然後經過馬六甲海峽 經過安達曼海峽 南海峽的時候 你就知道那邊是有緬甸 有孟加拉 孟加拉完畢才有西南 就是斯里蘭卡 然後再過去的話 到巴基斯坦 是這樣子 剛好為什麼要在馬爾地夫 剛好在又中印度洋 是這樣 過去的話 要通過那麼多的重重關卡 這樣重重關卡 它有這幾個點 包含了在緬甸的腳飄港 因為緬甸內戰 剛好跟中國大陸簽了99年的租界權 那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的話是 瓜達爾港 對不對 它在過去 從緬甸到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 大概5500多公里 中間有個 再來一個中繼站 斯里蘭卡跟馬爾地夫 是這個樣子 但我認為中國大陸的兵力 將來航母成熟之後 包含第四艘 第五艘 它就會到印度洋去活動 現在這兩艘 包含這個遼寧山東 都還沒有去過印度洋 那講到第三艘 第四艘 成熟了它的整個海軍的勢力範圍 才會到印度洋去前進 那就不一樣了 那從戰略牽制 那才會達到另外一個戰略制壓 我認為到現在為止 頂多頂多也只有戰略牽制而已 過去可能潛艦可以過去 但是你這個航母在空中 在太空中看了一清二楚 你動態掌握一清二楚 而且會鞭長莫及 你哪怕是這個腳飄港 哪怕是瓜達爾港 它能夠所見的一個 後勤補保基地 畢竟還是有效的 那至於吉布利納在東非 又不一樣 那太遠了 遠水也救不了近火 最主要是這兩個 那這兩個最重要 就在印度家門口 印度可以究竟看到 所以在這方面 中共的行蹤 是幾乎是我們講透明的 那這樣的話 沒辦法做個隱密性的 這個戰略突擊 會被印度充分掌握 現在只能做到牽制 那如果說到時候 航母變成說三艘四艘五艘 這樣可以來徹底的封鎖 這個印度的海軍嗎 對 等到這個要量過大 然後整個作戰的能力 要能夠成熟 那才能夠有這方面的 能力的挖握 是 張靖老師怎麼看 我必須要講 這個2004年 美國有一個智庫叫做 這個就是諮詢公司 布斯艾伦·哈密頓 創造出這個名詞 它列出來港口 中共的海軍從來沒有去過 這是個戰略神話 我們國內有一大堆碩博士論文 大概我調查過 有七十幾份 跟著這個胡說八道 已經走了很多年 我就跟你講 這個事情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也去質問過很多這些人 還有他的指導教授 你到底有沒有看過中共有這個 地人政治 內政之間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動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大戰線